在亚运会中国南篮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中,周琪全场看下25分12篮板七盖帽带领中国队,有惊无险的拿下了比赛,周琪出色的发挥,引起了大洋彼岸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关注。 在得知周琪出色的表现后,莫雷第一时间转会,用了关于周琪的推完,并在转发时写道,加油,冲吧。 周琪从莫雷的这个举动来看,他还是一直在注意周琪的动向,也一直在观察周琪,但要说新赛季,周琪是否有能力进入火箭的首发阵容? 这就不太现实了,如果单单靠罪一场亚运会的比赛,周琪就能打首发。 那火箭之前千辛万苦,能和卡佩拉签约是为了什么? 现在的周琪还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,好好做好自己,目前阶段就是帮助中国南篮红队打好每一场比赛,别说首发阵容了, 现在的周琪恐怕,依旧不能进入火箭的主要轮换阵容,很有可能在下再进还是会被下放到发展联盟打球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周琪就没有机会,如果细心有关注周琪的球迷,肯定能看出周琪这一年,载火箭取得的进步。 如果每年都能进步,那我相信周琪一定会在火箭中容身之处。 总之,不能因为莫雷软发了一条周琪的动态,就说周琪能在火箭打首发,周琪现在的主要目标还是让自己变得更强,让自己变得更出色。 不断取得进步才是他目前的主要任务。